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小年代 我是田尼 先来看看的是获奖无数的导演 丹尼·韦勒纳夫 2021年着手拍摄改编著名小说《沙丘后》 第二部将继续述说这个传奇故事 并且扩大网罗全球知名演员阵容 包括曾获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提摩西夏勒梅 还有奥斯汀·巴特勒跟众所周知 蜘蛛人女友辛迪亚等人 主角保罗必须在他毕生至爱 与已知宇宙命运之间做抉择 并且努力阻止他所遇见的可怕未来 他们学习了战争 他们自己做的事 你毕竟不懂得玩战争 每个人都在这一天 Timothy makes it look easy SILENCE! Austin's super talented He's left me battered and bruised We had this rhythm Let me kick this guy's ass Johnny, do you believe in me? Paul Atreides is still alive Deal with this prophet Show me who you are Your father Was a weak man Look who's back from the dead I will do, it must be done We gave them something to hope for That's not her! I will love you as long as I breathe This prophecy is how they enslave us It's not a prophecy It's not a prophecy It's a story I don't care what you believe I believe I am Paul Mordive Atreides Duke of Arrakis He who can destroy a thing has the real control of it 而回顾三年前 沙丘的剧情 这个时空呢 是定在数千年后 遥远未来 星际间权力斗争的故事 而重要的物资 香料便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中心 提摩西饰演的本片主角保罗 则是身负家族程序的重担 一心入侵 一一杀手2049名道 丹尼维勒纳夫 改编被誉为科幻小说圣经的新作 沙丘 为引迷献上他指导生涯至今 规模最大 也最具挑战性的大一幕剧作 What if I'm not the future of House Atreides A great man doesn't seek to lead He's called to it But if your answer is no You'll still be the only thing I would need you to be My son 曾在以你的名字呼喊我中 演绎一段美丽深邃 男男初恋的26岁美国男星 提摩西夏勒梅 这回饰演公爵家族的继承人 在家族面对族群斗争 既要快速成长 训练战斗技巧与心智 更要在富丧之时 一肩扛起维护家族人民存亡的重任 他仍有俊美的贵族身段 但展现了智勇阳刚 更刷新了既定的阴柔形象 这些描述的 在沙丘这颗极度干燥的沙漠星球上 却拥有比水更重要 可以刺激大脑 预植未来 也是富贵阶级用来 延年益售的珍贵物产香料 但他也让奉皇帝之名 离开自身星球 接下沙丘新封地的雅摧迪家族 深陷宇宙中某些家族的威胁与阴谋 大大居家族看着我们的领导 而这将攻击皇帝 怎么能把皇帝 拿出我们的所有东西 我们建立了 然后给那位皇帝 当是一个礼物 不是一个礼物 沙丘全套小说长达六部曲 这部片则是被导演形容为开胃菜 接下来还有主菜登场 但即便如此 包括影像呈现 故事复杂度与对现代的寓意种种 电影已经展现出超级史诗剧片的规格 我们是宇宙中某家族 没有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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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召唤 我们会决定 其中文是何乃强综合报导 你可以想象被满满的标本包围喝咖啡 是什么体验吗 带你来看看两位艺术工作者所开的咖啡厅 把长颈鹿猴子鹿羽羊都搬进了空间 捕捉时间禁止永恒的美感 走进咖啡厅好像走进了异想奇幻世界 孰不清的标本 每一只动物都以一种永生的姿态存在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号称标本博物馆的咖啡厅 那在我旁边的就是温 还有凯仲是店里的负责人 也是这些收藏的拥有者 我其实自己来到这里我就非常好奇了 就是这么多的标本 你们两个都不会害怕吗 习惯了 标本对你们来说是什么 因为它是最接近活物的东西 如果你要收藏一个活物 你说会养一个活的东西 不然你就是寻找标本 因为它是接近真实 它就是尽量让物体接近真实的一个 最真实的面貌 所有美术系的学生都想要追求真实 就是怎么样的真实而已 就是我们要寻找这个方式 它的真实性 然后它真实性带来的那个时间的停滞感 就是好像活着 但你好像没有活着 就是那种永恒的状态 也是蛮浪漫的 每一个座位的角落都藏着一个标本 各聚一方 好像时间从来不曾消失 对于真实 对于动物 还有对于生命的距离 用一个很近很近的距离去看 对啊 去感受 去跟他们做年事 跟自己眼睛 风格独特的咖啡厅还有许多二手老物件 让空间仿佛隔绝于城市之外 让人惊艳难忘 那你死了会想做成标本 先标本 稍一稍就好 稍一稍 记者天宁和奶强采访报道 代表着坚实信念 憎恨压迫 崇尚自由的英雄 也是沉溺幻想的唐吉柯德 这个著名的小说人物 艺术家林世雄 以此为主题 创作了 带着唐吉柯德 由台湾的系列画作 甚至连珍珠奶茶都入化了 我们也继续来欣赏 想以骑士精神 除保安良 做心目中想做的人 艺术家林世雄 以自己的偶像 唐吉柯德为主题 带领唐吉柯德 来台湾旅行 第一个从印象派里面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赛尚啊 皮卡扩 那还有所谓的 文雷 那还有 打力 还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泛骨纹身 中间这是我虚拟的自己 很像当一个唐吉柯德的 这个 游侠奇事 然后来追逐我的梦想 追逐我的想法 然后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 融入到我的作品里面来 那你可以看唐吉柯德 在唐吉柯德台湾来以后 它很悠宅着 躺在我们台湾的一个环境里面 从台湾的太土格 还有我们的 南语的大武祖 注入了原住民的原树在里面 带着唐吉柯德旅行 甚至台湾的珍珠奶茶也入化 不过对于林世雄来说 更想借绘画表达对社会的关心 他这个小说能够凸显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个困境里面 为什么叫困境 就是我们用幻想的概念来说好了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 在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情况 让老百姓觉得不安 或是觉得有什么理想的时候要得以施展保护 然后就会对这个社会提出很多的想法 怀抱着歧视精神 林世雄借着绘画 斩着其表情中 谢谢田妮和奈强 台湾报道 感谢您收看 我是田妮 异想年代 我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